《西藏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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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的一位皇子 他享受很多现实的生活 皇宫里面的生活 最漂亮的 最美好的他都有 他享受了很多 差不多二十几年 差不多三十岁了 都是在皇宫里面长大 《西加玛尼佛》什么时候出家的 根据每一个大臣跟小臣都有不同 我们大概这样讲 二十几年他在皇宫长大 他享受的是皇宫的生活 皇宫的生活泄滑不泄滑 奢侈不奢侈 当然 他享受的最好 但是他不要享受 现在我们凡夫天天追求的去享受 追求的财、舍、名、食、碎 所以追求的就是物质的生活的享受 但是接会皇子 他因为这个不是长久的 他父皇不愿意出门外 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有一位仙人 曾经是预言他 这一个孩子将来他可能是统治全世界的皇帝 有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 他是一个圣人 他要普度一切众生 我现在就不知道他做统治全世界的果皇 还是普度娑婆世界的众生 后来现在王尼佛就成为佛了 父皇知道我这个孩子将来又出家 所以我不让他出皇宫 我不愿意他出家 就把他困在皇宫里面 天天享受 后来他就偷出皇宫玩 就看见生老病死他都看见了 看见老的、病的、死的 他都看见 看见以后他回到皇宫 他心里就不舒服了 原来我这个世民众生那么苦的 有老的、有病的、有死的 我要找寻不老、不病、不死的方法 因为人生太苦了 后来他就出家了 他为什么出家 他出家的目的就是 他要研究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众生不用死的 众生没有烦恼的 众生不会经过生老病死的 永远在涅槃里面的 后来他就成佛了 他就找到这个方法 找到不死的方法 找到脱离痛苦的方法 找到没有烦恼的方法 没有生老病死的方法 他就成佛了 后来他就把佛法介绍给我们说佛世界的众生 但是佛教在人世间已经两千六百多年 经过十一间的考验 经过那么多年 他不但是没有淹没 他还是不断的有人信佛 虽然是其他宗教也有很多心晃起来 也有一个时间有部分的时间佛法根本是没有 好像是印度现在 印度自从释迦牟尼佛以后 佛法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淹没了 现在没有了 为什么是这样 人家说为什么印度以前佛法那么轻化 现在没有了 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法不灵 不是 世界上每一个法都有生住亦灭 有生一定有死 生出来的确定会灭掉 这是一个循环 生住亦灭是一个循环 没有东西 没有哲学 没有人 没有东西 不经过生住亦灭 成住外空 其实牟尼佛法在印度淹没了 但是不知多少千年以后 它又起来了 所以每一件事都有生住亦灭 好像我们这个时间有事 有春夏秋冬 对不对 春天万物相容 夏天凉风舒怀 冬天矮矮白雪 夏天春夏秋冬都不同 生住亦灭都不同 人有生老病死 是这样的 西藏牟尼佛把佛法介绍给我们人间 佛法可以令到我们 佛法的目的是什么呢 佛法的目的从两个角度里面看 它的意义 一个是从现在的角度看 另外一个是从将来的角度看 现在有什么好 现在可以令到我们活出一个快乐的人生 广洁善润的人生 减除烦恼的人生 活着更快乐的人生 现在的层面是这样的 令到我们能脱离烦恼 如果是因为人没有烦恼 你没有活过来 你还没有人生的经验 人的烦恼有多少 佛讲我们人的痛苦有多少 今天不可以尽量把痛苦那么详细的讲给大家听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 人生有八种痛苦是没有人能够是免除的 哪一种八的痛苦 第一 生老 生有没有痛苦 你说生没有痛苦的举手 你一定不敢举手 我刚才讲过例子 你不敢举手 老呢 谁会不老的 年轻人说我还没有到老 我没有痛苦 再来你就知道 我已经知道了 我已经走得多快 我已经做事多快 现在越来越慢 记忆力越来越差了 你到了五十岁以后 你的病痛越来越多了 你到了六十岁更多 七十八十九十岁 拜拜 九十岁差不多要九十五 很少人活到一百岁 不过现在八十九十的很多 以前人生七十古来稀 七十岁就没有了 现在活到八十九十的很多 九十五以上的就不多了 现在再会有没有九十五岁以上的了 没有吗 你想想看 如果是你今年是七十岁 我算你九十五岁 你还活到多少年 二十五年 在这个二十五年里面 你做什么 你天天还是做同样的事情 为财 为你的生意 为你的家 你天天游天 就是忙到晚上睡觉 明天醒来也是做同样的事情 你这样一生就过去 那么就算了吗 如果是你认为是一生过去 就这样就算了 你太看清你自己了 你太浪费你的时间 西藏牟尼佛为什么把他的奢习的生活都不要 追寻找寻一个可以离苦得乐的方法 如果是你这一世没有修成成功 你下一生怎么样 你带你的业力我投胎到下一生去 带了什么业力 带了什么业力 我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还有什么业力 我死了我管他了 我死了什么都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吗 每一个人死了以后 他带什么 你带着你的业 投胎到下一生 这个业是什么呢 这个业也有去生的业 也有献生的业 什么是去生的业 你以前很多生带来的业 有善的 有恶的 也有这一生你做的善的恶的 如果是你以前那个生做的善的多 你这一生享受的好一点 如果是譬如说 你以前是很喜欢布施赚钱的 你这一生可能享受富有的果报 所以人家是一万富翁 你不要妒忌人家 这个是他应该得的 为什么 他前生前世 常常布施众生 救众生 你穷因为你没有 你吝惜 你不愿意救人 你不愿意发钱救人 救人不是 他把全部的家财都救人去了 那么他的果报就是他这一生 一一万万享受不尽 为什么这一世的人健康那么差 他也长寿 你以前杀生多 你吃肉吃得太多了 天天杀生吃肉 所以你是短命不健康的果报 他天天放生是常数 所以这一生就长命健康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果报 如果你还没有得到成佛 或者是往生世方久的世界 你下一生还要轮回 还要投胎 投到哪里去不知道 看你的业力 你愿意生生世世这样投胎吗 赶快去学佛 现在十二点十五分 我自己就讲下去 也讲不完的 那么我挑选一两条题目 讲一讲 请法师解答地撒地撒生切说是合意 请用国语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刚才作诵的咒 Disa Disa Seng Khe Swaha Om 是什么意思 万生之母 万善之缘 是所有的声音 or sound originates from Om、A、Hom 所有的音声从 Om、A、Hom 里面开展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唱 Om Disa Disa Seng Khe Swaha Om就是以下所讲的 是不可惜意的 万生之母开始 万善之缘 Om 也可以说地听 地听 也可以说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what we have to say What we have to chant D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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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藏教 从Theravada 是上桌布来讲 有二十四位佛 第十七位佛 它的名字是Tisa 二十四佛 过去的二十四佛 有一尊佛是Tisa 我相信Tisa Tisa的名字蛮难查的 范文也比较难查 我相信它的意思是清净清净 沐浴的时候 为佛沐浴的时候 还赞叹佛 说佛的清净 当我们赞叹佛 说佛的清净的时候 我们沐浴就是把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生出来 一手指指天 一手指指地 刚才你遇佛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小佛像 小佛像是怎么样 那个手指指天 一个手指指地 为什么是天地呢 因为这个小孩生出来的时候 他就讲一句话 天上天下唯我独砖 天上天上人间唯我独砖 为什么唯我独砖 是不是天上天下我最大 我是佛 你都没有我大 是不是这样意思 这个我是什么意思 唯我最大 是不是这样意思 我是什么意思 天上天下唯我寄性 唯佛的寄性最尊贵 而这个寄性所有众生都有 你有成佛的寄性 小猫小狗也有成佛的寄性 这个成佛的寄性 如果是你把它发展开来 你要了解你的佛 我这个寄性 佛永传的不生不灭 不垢不净 不增不减的 这个涅槃的寄性 常乐我净的寄性 就可以发展出来 当寄性发展出来的时候 你就是佛了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佛性 这个佛性比任何东西 任何的思想多伟大 因为它可以超脱生死 离苦得乐 你有这个寄性 你有没有发展你的寄性 你的佛的寄性就在你心里面 你没有把它开展出来 你就流转生死 你就众生 如果是你把你的佛性发展出来 从弥到觉悟 你就成佛 成佛的时候超脱生死 六道轮回 但是你有这个寄性 你不发展 有没有用 你的镜里面永远蒙尘 你的镜只看不见你自己的寄性 永远给尘蒙蔽了你的寄性 你永远这是流转生死 所以我告诉你 你要开始学佛了 你这样下去 天天吃早餐、午餐、晚餐 天天是为你的生活拼搏 天天是为钱、为名、为利 浪费时间 到时你要死掉 死掉你就轮回了 轮回的时间 你一点都没有修行 用什么方法修行 是不是躲到观音室里面的房间 念佛就是修行 修行的方法很多 我现在还没有开始告诉你什么 也不是我发明的 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释迦牟尼佛修行的方法 很详细的记载在三藏十二部经典里面 你有没有看过 你愿不愿意去看 你有没有心去看 佛经你有没有看 看的人很少 有马经、狗经你看 明星的经你看 周汉里面哪一个明星有什么绯闻 有什么事 你看得清清楚楚 佛经你看吗 很可怜 你看的都不是令你觉悟的东西 都是令你迷的东西 不但是这样 你在YouTube看什么 有没有到YouTube里面看观成法式奖金 或者是其他法式奖金 有啊 大多数人在YouTube看什么 你自己薪资了 你浪费时间 人家修行 下一生不用轮回六道了 不受苦了 你天天作业 你不知道 你快一点学佛嘛 还有一点 你这一生下半生 是怎么一回事 你也不知道 人最痛苦什么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 你可以保证明年就活吗 不可以保证 所以很多高僧大德告诉我们 学佛的人一定要把那个死子记在心头 如果你知道明天要死 你就拼命的去学了 我们的阴光老法师 他在房间里面放什么字 阴光老法师在房间里面放一个 他自己写一个死子贴在房间里面 你想明天就要死的时候 你要赶快的修行 没有人想象他明天要死的 除非是你有特别的病 如果是你等到有特别的病的时候 你再求佛 太迟了 不要临急抱佛腿 你现在要修行了 你到时求观音菩萨 你已经心不在了 心里面很烦躁了 或者是你要长寿健康 南无伯格瓦迪拜沙寺 拼命的念药师佛 拼命的念长寿三窗 拼命的念百度母 你有事的时候才念 你的心不同的 赶快的修行 赶快的从戒定慧里面修行 好 我再接着 地撒 地撒 生且 生且是什么呢 生重 轻重 说和是一切法成就 好 现在是十二等半了 这样了 还有很多问题 我不回答这个问题了 因为我不回答这个问题了 因为我不回答这个问题了 要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 甚至多个答案 所以我给你们 可化了 必须有一点